这个过程当中麻、仗、疼 对吧? 所以我讲,天将大日与四人眼,首先得劳其筋骨 苦其心智 恶其体肤 行佛乱其所谓 就是你这个动心忍性 一定在这里面 有的人坚持不下去了 你又不会悄长 比如说这个手到什么的位置异常不变 其实不是的 跟初学者来讲 高过肩低过肩 在肩膀的位置也可以 胸部的位置也可以 在低远也可以 对吧? 当然你在里面变化 提包装都可以 提插装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 你通过学习训练以后 慢慢的往在前面走的时候 那是高不过肩 低不过肩 也就是在眉毛的左右 对吧? 在眉毛的左右可以变化 若干的状况 对吧? 腰循环抬腿 就是把腿抬得先高一点 腿砸抬高呢 就是往回伸 脚尖往回伸 脚尖往回伸 脚尖往回伸一点点 就是脚躺在那儿就成了这样 就这个运动量很大 就有一点人躺的运动量很大 慢慢的就是 然后呢 怎么办呢? 把手 慢慢的 慢慢的举起来 刚开始低一点再举起来 躺在那儿举起来 当然你刚开始是浮按的 慢慢慢慢的 就这样 就就就就 想睡在 什么呀? 太空里面 你看 在太空里面去了 好 我们还可以 就是想象自己好像 怎么样 在北花园当中去玩去了 躺在那儿 有时候感觉到躺在温水里面 有时候感觉到自己躺在一个大船上 船在大海上飘了 你看 但是这个时候他脚已经抬起来 手已经抬起来 如果随着自己的这个强度不断的增加 可以怎样呢? 你看 我们可以把这个脚 实际上的再抬回来一点 然后脚在我下灯的增湿 我们的这个手呢 就离开什么呀? 离开肘 离开肘 就离开肘 就离开肘 就略离开一点就行了 对吧 如果你这样反复的去练 练松紧转换 练良心的意念 意念大体上是两种 一种是良心的意念 一种是运动性的意念 要身体要参与运动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你就练着练着 你发现 虽然是下签一练 他的那一练 躺着就出海 这就说明有心情代谢了 随着你这练习 当然这个必须要有人辅导 必须要有一定的意念 练着练着 就怎么办 他觉得半个月过去了 觉得有点好转 好转的时候你咋办呢 他以前都做不起来 慢慢让他靠在哪里 那就是慢慢扶起来 坐在这儿 他坐在这儿 他就难受 那就把脚拾直了 把手放在膝垫上 或者放在两边 或者慢慢两个手上 这手印都是自由的 就是你放在靠上 通过几天的练习以后 你发现他坐在这儿 比以前好多 那就说明一个人 从躺在那儿 现在已经这样做起来了 坐的过程当中 可以坐式勾跳 坐式扶按 那为了叫做 你发现到三十多岁 慢慢左右 慢慢往后的话 大不如以前了 有的人烧一发泡 从床上跳下来 和石头砸在地上 所以我们呢 那就是慢慢的 气责上风也失去了一些活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学习以后 把握平衡 反先天 把先天的那种活力练下来 所以我们来讲 就把握平衡 对吧 把握平衡 所以皇帝内经里面讲的 就叫 提窃天地 把握阴阳 独立守身 肌肉若衣 呼吸精气 这样的话 这个 是古人 总结的一套经验 对吧 提窃天地 提 在东方心里 这个 这个 往上 低了 对吧 提 怯就是 拉 对吧 你看 你看 有这个 原来说的 手入推 用拉 一个拽着 一个拉着 也是一个矛盾的 所以提窃天地 也就是融合天地 要明白这些道理 提窃天地 把握阴阳 就是 真正的来讲 就是 你要去把握阴阳 现在 我们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都是把握阴阳 从实质性上来讲 把握阴阳 从实质性上来讲 从实质性上来讲 那就是 这个 我们得顺其 顺应这个什么样 一样 顺其自然 第一步是顺应 对吧 我们先 要顺应这个自然 通过学习以后 慢慢地去 你能把握 你能把握了 才能把健康把握在自己的事 所以这个是法后一样 呼吸精气 平日之间 这都是一些素贵的问题 就是基础的问题 对养生 对好多人 不健康都是病在无知上 所以呢 这个 呼吸精气 平日没事了 在公园啊 山上啊 去换换 这我就一定要给自己充养 占装就是很好的一个充养力度 心脏没有压力 骨脏六腑没有压力 对吧 我们锻炼肌肉 抑制神经 凑定机体的燃烧 啊 我们当然看着 如果咱们都不管 的学习使命当别论 如果说呢 自己有条件 开车 和中南生人们去练 人的呼吸 呼吸不光是靠口鼻呼吸 对吧 我们在充养的过程中 这毛孔 它都不能打开 啊 真正的来讲 所以古人都能找到那些 空气比较 好的技术去练功 所以叫毛孔 充气上自身充养 自身充养的同时 让毛孔都打开 所以呼吸不光是口鼻的问题 对吧 我们的毛孔都可以休息 皮肤都可以呼吸 对吧 对吧 对吧